我习惯每一次都会录影下来 一样会放在YouTube上面做一个播放清单 那个清单里面就是上课的内容 上个礼拜主要就是做几件事 第一个当然就是问卷 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需求 然后还有就是利用问卷延伸有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的话 就是未来如果你有需要取得很多人的一个 怎么讲 意见 你要整合的话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想要问的 甚至这个表单甚至可以拿来当线上测验 也可以让学生做考试用 也OK 只是比较适合好像就是类似像问卷 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所以呢 上个礼拜有出了一个作业 请同学做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的话 就是要利用Google表单 做一个问卷 然后这个问卷内容 早期我最早是希望跟文学有关的 当然文学有关的好像比较难 而且你要想要找有人来帮你填写的可能更难 所以呢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放宽了 就是跟那个吃喝玩乐都可以啦 OK 所以比如说你想要找一些人来问说你们基本上都吃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几个选项 吃什么 反正你可以自己列 自己想 然后吃的费用多少钱 然后吃在哪边订 你是叫外送呢 还是说你自己跑去买还是自己开火 我发现现在好像叫外送蛮多的 好像外送太方便了吧 我不知道啦 我也蛮想知道 到底这个有关吃方面的 大家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一些问题 那至于喝的话喜欢喝什么 OK 然后呢 平常喜欢去哪边玩啊等等的啦 这个其实都可以啦 那当然如果你想说老师我想要做跟文学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文学相关的议题 然后你想要做一些问卷来问同学啦 问亲朋好友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地方问题啦 我讲最少要有三个以上的问题 OK 然后呢 最多十个啦 也不要太多啦 不然问题太多人家看了也觉得不想做 做到一半还没做完 OK 就不想回答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可能要把最后的截图 把它交给我 那个截图 在那个图表单上面 其实会有一个复制 最后的那个图表的画面 你可以把它